大家好 欢迎收看《雪姓红》 《雪姓红》 今天就是一个全新环节 就是教大家怎样去砌的 大家知道我实力有限 当然不是我教大家 我们就找了今次香港选拟赛的其中一个代表 就是Ian去教我们一些砌的基本概念 今次我看到Ian选择了两个角色 分别是古刀和忍 Ian为什么会选择这两个角色呢 我选择这两个角色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两个角色呢 攻击卡比较多 新手玩上来是比较容易使用的 而且可以比较灵活 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配搭 距离又很配搭 是一个2-4很相同的重叠距离 用起来也很方便 明白 我看到今天你已经砌了一副基本 7张基本牌和3张王牌 我看到这些基本牌的砌法 好像背后也有少少的战术概念 那你可以帮我们介绍呢 那我们会不会 由哪里开始讲起 由这里开始讲起 好啊 没问题 那我们先看看这三张卡 或者Ian你讲一讲 这三张卡很简单 就是隐暴降丝和巨盒 隐暴降丝就是隐暴降丝和巨盒 隐暴降丝就是隐暴降丝的基本combo 是在设置的时候用 是不需要用手牌打出 是比较省资源又有效益的做法 嗯 由于用隐暴的关系 可以弥补 居合两距离只有3-2攻击力的问题 那如果是两距离开一个隐暴降丝 之后再开居合的话 对手一定是基本上要吃血的了 嗯 所以是可以有效造成伤害的 嗯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在设置的时候就会发动了这个 那然后呢 因为退后了一步 那进入了3距离 就可以捕捉到这个2-4距离 一定要 就是2-4距离 一定要3-4距离 才能发挥到 居合最大的攻击力的效果 是呀 明白 好 那除了这个combo之外呢 我看到呢 都好像还有另一个combo 是 同样地 斩击联武这张牌是隐暴降丝的攻击牌 但有个缺点就是 如果对手 这张是全力牌 那么 他的条件是 这个回合曾经用装去挡过相去 是 那因为全力牌的关系 是不可以 用之前出的牌 攻击牌 是 那么他需要之前 用设置之类的方式 来造成装的伤害 是 那么大多数 忍睁性上的玩法 就是选择降丝这张牌 是的 用降丝做设置 打了一下 扣了对方的装 然后在自己的回合 就出这张斩击联武 去扣对手的 就是最大的伤害 是4-3的伤害 是 那么 但是 那么大多数人会选择 是会用 用血去接这个降丝 令到斩击联武的伤害 是用装去挡得到 是 但是如果配复到这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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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张牌 效果就是一个 富裕牌 是 隔着一个回合之后 就会打一个0-4 一桩的伤害 是 而且是对应不可的 是 那么其他效果就是 看那张 那张牌 但是这个效果很好夹 这张斩击联武 因为为什么呢 它是强制地要拿一桩去接的 如果是在设定范围之内的话 是 所以可以弥补这个斩击联武 有机会打出一个3-2 一定是变成4-3 是 是 是 因为其实它的攻击范围 刚好是0-4 斩击联武是2-4 那就是说 如果在之前的回合 你下了这一张 那么在开车的时候 发动了这个效果 对方一定要吃一桩 然后 在你自己的回合 你出这张斩击联武 就不会是3-2 就变成4-3的攻击 那变成一个很大的压制力 那好了 这里是第二个combo 那我看到呢 好像还有一个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比 相比起 即不是一combo 但是一个互助牌 是 对于这个 刚刚他所做的combo 是 那么由于对手 这个 这个 人的设置 是需要在2-4 距离才是最佳 是 但是第一轮 是一开始 开始 距离是10距离 是 而这张牌 就是负责 在第一轮 将距离拉近 去到 适合发动设置 是 而 这个 病打就是一张 因为这副 由于有一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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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个 威嚇在 对手 一定要控在2-5距离 才是 比较安全 是 由于 这个关系 用这张牌 因为它距离1-2 其他刀的牌 距离就是 3距离 这样 用这张牌 在近距离 可以造成对装的伤害 如果对装伤害 高的话 设置之后的 居合或者斩离链武 就会 中到血 就可以 对有效尽 傷害 明白 我想大家 这里要理解一下 你可能说 不是 Ian这副帝里面 都没有下红戒 为什么拿了红戒 出来呢 原因是 因为黄牌 是不让对手知道的 所以 基本上 一天没开了黄牌 对手都不知道 你这三张是什么 而 为了要避免 你有下红戒 对手就会在二和五 这两个距离以外 那里游走 而 病打 正正可以捕捉到 一二距离 那个盲点 而五距离以外 那些 譬如用这些牌 就可以 冲上前 令到 继续在 最佳的三四 那些攻击距离 OK 好 那说完 基本牌 那我们会不会 就会看一下 那些黄牌 那为什么 你会选择这三张黄牌 来落呢 因为 首先这三张黄牌 就是 任慢 余影乐 和不完全无波难 不完全无波难 就是一张很好用的防守牌 防守牌 没错 它可以 攻防兼备 其实 但是 这副deck的总消耗 如果在余影乐 是一张强力攻击牌 是 一张四四伤害 那这副deck的总消耗 是比较高的 所以会回到任慢 去做一个小伤害 或者再补充 这个 气的消耗 高的问题 是 因为任慢本身 它不单止是零气 而且它也可以 发动完攻击之后 可以在虚子里扯回 一个气 回来 那就去补充 这两张牌的 高气的消耗 我想问一问 现在你这三张黄牌 以及刚才那七张牌 这个就是你推介的一种砌法 那除了这个砌法之外 会不会还有什么可以 帮这副deck去有一些变化呢 例如 刚刚说的 这张病打 可能可以换一张乱打 乱打 因为病打 刚刚那副deck 是没有强调到刀的缺死能力 是 但是乱打 反过来是一张缺死能力很强的 就是缺死阶段的时候 能力很强的牌 那配合这个 不完全谱不难 是 或者是配合这张 Country Planner 就会 令到对手 就是有机会是 要吃到2-3 对应不可的伤害 那对于一些 有对应牌 对应你攻击的角色 是很用的 因为它踩去的时候 是对应不可 是 那这个都要讲看 因为乱打这张卡 血在3-2下的时候 就会发动缺死效果 而这个是刀的一个特色 那刚才它这副deck里面 就没有强调到这个效能 所以你看到里面 没有什么特别会落到 那如果你换了乱打的话 那就可以发挥到 刀的这个效果 那我想问 除了这个之外 还可以换些什么呢 或者可能 如果对手一个前进能力 比较强的 而不会退后的话 那可能考虑将这张 Country Planner 换了做 有道 那同样地可以对这个 或者是王牌也可以换一换 那可能 预影落 或者换了做一张 TMABODY抵力 是 那因为这个 这个有道加抵力 这个combo 是一个 如果对于没有对应派 是一个绝杀combo 是 如果你缺死的情况下 那你使用设置 是 将对面回满的桩 是 减少一粒 那它只有四桩 是无法挡到这张 是 那这里解释一下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 忍者的设置 就会在你的 开初阶段会发动 那如果你用了这个有道呢 可以将对方的桩 拉下去弃的话 那它就算 它之前的桩做什么都好 它回到五气都好 它因为有了这个有道 就令到它不能够 以一个五气的状态 开桩 那在你自己的回合 就好像刚才 Ean那样说 就可以做到一个 绝杀combo 就是打一个五五的攻击 就令到对手一定要硬吃这五滴血腊 这样 那好了 那我也看到了 那大致上 我们都知道 这一个这样的 砌法的概念 那会不会都讲一讲 就是说 譬如打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 无论是现在这种砌法 或者是刚才那种砌法 在打的节奏上 那是否有什么要留意的地方 在节奏上 是 就 例如有时候对应牌多的deck 例如是线 那你就可能要小心 如何处理两张全力牌了 因为线 对应牌有两张是很强的 一张叫C母 一张叫Ada 那Ada是两集中的时候 可以打消任何的2-4距离的攻击 那这两张牌都是2-4距离的 所以如果对面两集中的话 你用这张牌 可能很大机会就被人打消了 那令到你损失一个回合的机会 你意思是这张牌 如果对一些有对应 或者有对应打消的角色 要特别要留意 明白明白 好 今天我们的介绍就大约到这里 希望大家给多一点意见 比如想了解一下什么角色 又或者想知道一些什么方面的打法 欢迎在留言 留言 我和Ian都会研究一下 有什么更好的deck 可以向大家介绍的 今集就到这里 下集再见 拜拜